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统计资料就在这数字当中 不管是中美贸易或者是中德贸易 金额都创历史新高 所以德国媒体就自己就写了一篇文章说 美国现在全世界减少对于中国的依赖了吗 没有你看中美中德贸易都创历史新高 我们上礼拜有谈一下中美贸易 和中德贸易还没有谈到 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还蛮有意思 就德国媒体所提到的说 你们说中美大陆因为去年因为这个动态清零 其实在供应链上面受到了很大的一些问题 但结果是中美中德贸易都创历史新高 当然其他的数字都还没有真的完全兜起来 所以全世界对于中国的依赖减少了吗 因为你是财经专家 我觉得这部分都要特别的请教你 我们先讲德国 德国在去年的中德贸易的数字 比前年多了21% 我印象中好像是20% 对,百分之21% 对啊,这个数字是 成长两成很多耶 对很多,去年是多难堪的一个年度啊 大陆上在年初的时候根本没有货柜可以出口 那个你看那个我们长农海运运会赚多少钱 那知道说当时短缺到什么程度 后来长农海运的运价下来了 股价也下来了 叫做到了年终就开始舒缓了嘛 货运就开始大量从中国大陆运到德国去 这里面其实我就在去年的大概是在九月份 我就看出个不平常就是义乌啊 一个小小的浙江的义乌啊 光大量出口那些冬天的用品 他们说日夜加班已经到了无法休息 不是员工无法休息 老板也无法休息 取消所有可能的休假 叫做赶货要出口到德国去 那是能源危机造成的 当然原因可能很多啦 可能原因可能很多 就是说冬天的用品范围也很广 还有包括圣诞节啊等等的用品 那我当时就就有点的纳闷说 是只有义乌吗 就发现不只有义乌 连天津连上海连深圳 很多人就是都对德国的订单接到手软 你觉得这反映的是什么现象 反映的就是说德国在那个时间点里面 他可能从很多地方进口的数量的订单都转向中国 第一个我们俗称经济学校的替代效果 他可能在其他地方拿不到这些货物 他转向中国 因为我们知道进口商在下订单最怕什么 最怕货没有办法如期到达 我要圣诞节你总不能12月26号才送到吧 没错 第二个我的量要够 第三个我的品质要够 那光讲一家厂商 阿迪达对中国下单就爆料 那阿迪达很多人不晓得 他就是德国的名牌企业 运动品牌 全世界呵呵有名 我们大概每个人都用过阿迪达 没错 他去年对这个对这个中国大陆下了订单 什么订单都下 然后还强迫赶工 他的意思说其他地方的工厂 基本上是有点的半停顿状态 那我不太了解说为什么阿迪达 他的工厂不止中国大陆有 那中国大陆最大 他说其他地方的工厂都有这个困难的困难 而且阿迪达达是运动品牌 他不管是做运动衣啊 或者是运动的这一些相关的器材 来自于运动鞋这些 理论上来讲他都属于劳力秘籍 属于轻工业 他东南亚也有 想要各地方 他的工厂很多啦 好像美洲有工厂 可是他突然之间呢 有个需要集中到中国大陆下单 因为他其他地方出货不是那么顺畅 那我当然没有去研究阿迪达 可是我很明显的知道说 中国大陆这方面为了赶工给新增加的订单 还有一个台商也赚了不少 他说他本来就觉得 今年已经生意没什么了 员工要提早休假就休假了 所以他们临时人事部门到处找人 到处找人要加班的加班 还有材料要准备等等 他根本就接订单接到手软 我们都好羡慕 我们台湾多少工厂在那边打哈欠 你接订单接到手软 你还这么一副药药味的样子 我们台湾大概知道长龙航运跟阳明航运转翻而已啊 还有半导体的 对半导体去年也不错了 所以表示说中德的一个贸易的大幅成长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 为什么中国大陆生产体系在去年这一个狂风暴雨的过程里面 有俄乌战争新冠肺炎 运价暴涨 一种大企业经营你该遇到都会遇到了 黑天的一个接一个 可是这种日常用品 这种一般的非高价的物品 竟然突然间需求量打成 中美之间的贸易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中美也是如此 对也是属于比如说 你看到他们量最多的是玩具啊 游戏产品啊 然后塑料制品啊这一些 对现在回头来看 其实都是我们以为很容易移出中国大陆的这一些生产 结果反而在去年中德跟中美贸易当中 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中美贸易好 美国之所以无法跟中国脱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经常想的就是说 比如说我要买这个杯子跟中国大陆订杯子 跟越南订杯子跟印度订杯子 就是杯子而已嘛 对都一样 可是一个出口行业 它的问题不只是杯子 它从这个杯子的原料品质的控制 还有数量还有粮率 那还有出口的这个海关的顺畅度 跟传奇的安排 这个比制造这个杯子更复杂 更困难 杯子就是简单讲打几个洞啊 对不对 压一压就可以出工厂了 产品本身简单 背后的整个配套非常复杂 物流系统运送系统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 但是到目前为止 只有中国大陆应付得了这种 积极努力令的订单 什么叫积极努力订单啊 就是说我突然之间需求会突然间增加的时候 我能不能供获得及 我需求突然减少的时候 我能不能收得住 这里面是很大的功夫啊 那个弹性调整的幅度 对对对太大了 因为牵涉到工厂运作 牵涉到每一个员工的上班时间 还有这个金融系统的配合程度 很多国家打不了这个要求 比如说我们知道英特尔三星 它那个一般的这种 半导体跟电脑产品堆积如山 它现在很惨啊 只要财人啊 那你说中国大陆 有没有这种问题 没有这种问题啊 它弹性超大了 弹性超大 所以光在这种经营弹性本身 你美国的进口商 你不下单到中国大陆抢货 你今天假设我一个订单 丢到越南去 它什么时候能交货 我不确定 它什么时候传情能够顺畅 我不确定 它的什么时候 我要这个100个货柜 它能不能100个货柜给我 我不确定 如果我下订单100个货柜 结果它只来了50个货柜 那我后面没办法供货 我就产生一连串的问题啊 可是我给中国大陆 100个货柜 它如果做个90个货柜 它会陪我10个货柜 可是印尼厂商不一定的陪 你赔得起那10个货柜啊 因为它后面的这些银行的运作 不像中国大陆那么干脆 那我该赔就赔等等 不会有太多的争论 就是因为这个贸易体系 它不是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 很多人以为 这个我一个朋友就是 从中国大陆 把它的牛仔布 叫工厂移到柬埔塞 他说他最大的问题 根本不是工厂内部的问题 就工厂外面的问题才头痛 所以他在工厂管理上面 他觉得得心应手没有问题 可是配套措施 不管是上游的原物料的物流供应 以及下游的出货的物流供应 都出了状况 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我们知道 BenQ跟友达 在大陆上在江苏有很大的厂 那他的负责人就给我 我就问他说 你们现在风控啊 你们出得了货吗 等等 他怎么讲啊 没有问题啊 这个我们江苏领导 还盯着我们什么时候出货啊 他说你从你工厂到 出了中国的港口 有任何问题 他们负责解决 那这个很多国家做不到啊 不过我觉得 如果从这里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中美跟中德的贸易创历史新高 尤其是中德啊 因为中国大陆出口到德国 按照德国自己的统计 2022年比2021年多了三分之一 所以他的总进出口是成长21% 可是中国出口是成长三成 那可怕 非常非常的惊人 那可是如果他的重心点反而是在于 在这些我们认为在中美贸易战之后 最有可能在供应链重组 然后从中国大陆移开 然后到东南亚或者到南亚 等等这些其他国家的这一些产业 反而在去年中美跟中德之间大爆发 那这里面就回头来看 第一个就是供应链的效率 显然经过了贸易战的四年磨合下来 其他地方的效率还是没办法跟得上 所以他的弹性就没有办法跟上 没错没错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第二个部分是 因为去年原物料价格大涨 那什么国家能够把原物料价格控制的好 他就容易把物价控制的好 没错他也就把他的出货成本可以控制的好 那去年的下半年如果我们去看中国大陆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脱离了这一个原物料高涨的困局 所以这恐怕就对于他们控制成本 那这些国家德国跟美国都是高通膨压力很大的国家 他在采购的时候进口的时候一定要找低成本来源 当然成本优势是中国大陆有了 因为我印象中在前年开始的时候 中国大陆就大量在全世界购买各种原物料 从能源给长期订单 然后从这个矿产也给长期订单 然后从各种粮食也给长期订单 所以我有长期稳定的价格来源 对压低了 像以前川普的时候强迫中国 跟他们买一个长期的天然气订单 没想让中国最近赚翻了 对对对 他因为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他的物价生活物价就压下去 所以他可以维持在一个平稳 而不会有高低风差距太大 不会差距太大 当然现在是属于高涨的时候他赚到了嘛 当时很多人包括香港报纸也有批评过习近平说 你给美国下那么大的订单价钱看起来比市场贵 哦说翻了就现在中国到赚翻了 所以我是这个东西 那也是个意外就是了 长期订单本来就有这种特性 再来不要讲别民生物资是影响物价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因为自从前段时间的非洲猪瘟了 几乎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在中国大陆养猪 他养了五十万头猪 五十万头 很大了吧 很大 台湾大概没有人养过五十万头猪了 我好难想象这个画面 他叫淮安江苏淮安养了五十万头猪 他在台湾是高科技业者 在大陆上养猪科技养猪者 对对对 科技养猪很多啊 对对对 那刚开始科技养猪的成本当然是很高啊 可是问题不受非洲猪瘟的影响 嗯 然后就引起中国大陆相关官员的一个注意 就要求他增加到一百万头猪 我说他说他凉了 他说我养一百万头猪 我往哪边摆 他不屠宰吧 他只卖给上游 他说没有问题 我们会盖一大堆冷冻厂来收拾 后来他还知道 中国大陆从很早从非洲猪瘟开始 他的相关单位 习近平听说只是要稳定粮食的供应 就庞大的建议各种冷冻的设备 把所有的猪都存弄起来 OK 所以最近猪价涨的时候 他们官员就很大 你要涨吗 那我要到货了 OK 所以他控制物价是由所准备而来的 所以有关于食物方面的所有的这一些 最重要的 有些过去习惯可以仓储的 这个当然就长期的采购 对不对 但是那些过去认为不能仓储的 他都建立冷冻设备来仓储 而且更厉害的是 他在一些比较特定的地点 比如说一些比较高屋的地方 高原的地方 不需要那么多冷气 就能够冷冻的地方 就已经有很庞大的储存设备 OK 连能源节省都想到了 有趣 都想到了 所以官员讲话就大声 不怕你红台乌价 好 我手上有很多人可以到货 看你要不要跟我对赌 所以我觉得这是 从中美跟中德的经贸数字里头 所得到的一些 政府的治理能力一笔就出来了 这个是观察经济制度 或者观察经济活动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些细微的一些观察 在这些细微的视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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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能够留一位 就是会长i